今天在我身邊請來Juno 木俊龍 在正式訪問前已經跟她說 有很多朋友知道我訪問你都很特別 叫我和你講一聲 我心裡作了三部曲 令到他們真是淚流滿面 這個大家了解是三部曲 但其實除了三部曲之外 其實還有多少部曲 在你本身的整個構思裏面 其實三部曲我想是因為派台的關係 其實由一開始去想專輯的時候 其實他從來都是六首歌 六首歌 例如你說《耿耿於懷》 其實我想他應該是七部曲 七部曲 當然他做唱片和派台的次序會不一樣 唱片出了街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其實它不是三部曲 它不是只有三部曲 但這也是十年 這次也再次找回Wyman和莫成一起合作 其實當時是否有些想想想 其實也想重新做一些事情 但為何會再次找回他們一起合作 其實我們中間也有合作過 可能只不過中間每一次合作的方式不同 或者想玩的東西都不同 譬如Wyman就合作得更多 你說今次《念念不忘》這個 因為當時我橫跨了十年 這個感情其實就 我想是源自於Wy的演唱會 當時他邀請了我 我就想我唱《根與壞》 是 是 當時說起關於一個心頭的故事 是 但是就 沒有 沒有立刻實拍到 因為當時我就是 籌備僵屍 是 直到我拍完僵屍 開始 酒影展 上畫 我是在 我是在 我都不記得了哪裏 我是在非影展的過程 Jetlight的時候 睡不著的時候 就開始寫我 第二個劇本 其實我這個第二個劇本 其實已經寫了這幾個 在我寫劇本最大壓力的時候 就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好像 好像 那個腦海裡 就是 我想 我想做音樂 音樂好像 在那一刻最大壓力 寫東西最大壓力的時候 就變成一種 調劑 是 那 就真的開始想 這首歌 那 當我一想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如果 這十年 如果要去延續只靠一首歌的話 我覺得其實 可能那個吸引力 不是很高 就是 到我當時的希望 那我就很貪心地 我想用一張專輯 去描寫這個男生 究竟這十年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當我第一天去做《念面不忘》 其實已經知道 他會有一種角色 如果被譽為他是一部電影 那你一個電影 你不可能只有一個角色 就是 很多旁邊的延續故事 所以大家聽到的下次 就是這個男生 他現任 和現任伴侶的感情狀況 也透過羅生門 你會看到 究竟十年前的那段感情 大家的方向 大家的看法是怎樣 到最近的 雷克雅美克 就會看到故事一直推進 其實就是當日做《念念不忘》的時候 已經有了這六首歌 這個比較完整的故事架頭 我很希望 在這個碟裡 其實他是有一個訊息 其實為何周國賢 我很想他在雷克雅美克的尾段出現 就是 我很想透過這個碟去說 其實 當然 這段感情橫跨了十年 好像是一件幾 幾 幾 幾長情的一件事 就是我衍生到令到我覺得 其實 應該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 往往都會覺得自己的愛情故事 是最 最慘的 是 但其實 沒有了一個Juno 其實 可能 世界上這些類似的故事 其實每天都發生 周圍都有 對 可能每一刻每一秒都發生 所以 Andy的角色出現 正正是 我的故事的終結 就是他的故事的開始 其實會不會 剛才也說 其實《念念不忘》的時候 已經想完整個故事 會不會是因為你開始寫劇本 或者拍《殭屍》之後 其實對於音樂上的看法 都真的有所不同了 到你製作新的碟的時候 都會以一個故事形式去出發 我想 潛意識可能是 現在想回又覺得可能是 可能是 是 是 因為 是 可能 一直都是 做每一張專輯都是一個概念 是 但始終 可能 有很多歌都是 或者市場上 很多歌都是 以單曲形式去發展 沒錯 我純粹是 覺得 為何它不可以 是 有追看性 這張專輯 為何它不可以 有追看性 或者 那個 連結的 程度 是比較強的 單單是因為這樣 就覺得 如果 我好像一個劇本 但是 我透過音樂 和 不同的藝人的聲音 聲演了 又會怎樣 所以就會衍生了 其實 這次的專輯 其實 六首歌裡面 有三首都是 合唱歌 我就是想透過不同的人物 去 去令這件事 這個故事 立體一點 我覺得 但這次 譬如剛才說 在《現在食》 找來了 莫夢為 去做《瑕疵》 這首歌 其實當時 為何會想 要找Karen 去做這個角色 其實 知道 會做《瑕疵》這首歌 基本上 我和Yi都很清晰 是透過這首歌 去講 這個男主角 他現任伴侶的感情狀況 那時候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刻 我馬上想到 如果這個角色 由Karen去演 就很適合我 原因是 我很想 所以 找一個 感覺很淡 的人 寫一個 他處事 或者 他的形象 或者他給人的感覺 都是很 很輕鬆 很淡 的人 去遇見這個角色 變成了 Karen 是我那一刻 第一下 想到的人 其實 之前已經 認識Karen 跟他講了 故事 故事 這樣 這樣 他 很希望 好好玩 做完 Karen 的下次 已經知道 是會有 羅生門 這首歌 那 接著你剛才說 我找Karen 同一時間 其實 如果要飾演 一個十年前 的 一段感情的 另一個女主角 其實 我很想找一個女子 跟Karen 的 感覺 是完全相反的 在Karen的 過往他自己的歌 我聽到一種 不捨的感覺 是 當下 又是覺得 如果十年前 這個女子 由Karen 去飾演 也不錯 我也是 打給他 這樣說 故事 我覺得這件事 是 在創作者方面 是最幸運的一件事 就是 你想到 這個人選 他是不宜之選 而你跟他聯絡 溝通 之後 他跟你的思路很相近 他很明白你 這個我覺得是 最幸運的地方 也是最幸福的地方 但同時 大家都知道 在羅生桓的最後兩句 一個想是冰島 一個想是福島 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誤會 最後 說到尾段 是周國賢的這首歌 跟冰島有關 但他這次除了在尾段 會一起唱之外 也擔當了作曲 這個角色 那你開頭給周國賢的時候 希望他怎樣去寫這首歌 我初頭 因為我們一向 我們以前已經有合作 我們私底下 都有聯絡 我記得我聯絡他 我想他幫我寫一首歌的時候 他當時是在多倫國 那我就很想他 我還記得我跟他聯絡的時候 我想 我跟他說的這個故事 但是我 去到技術上的時候 我說我很想要一首 不要給任何框框套著的一首情歌 那 我知道那個 我提供的空間是很大的 就是何為框框 就是過去 我覺得其實 他很明白我 那他就開始去想 就是朝著我這個結局 或者我給他這個故事 在那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 都用了一段長時間 因為他 他發了 旅行的初形給我 我們改動過 其實中間的東西 是否都改過很多次呢 是的 都改過好幾次 因為整個曲 分段的方式 跟以往的 所謂流行曲的模式 是有點不同的 所以 就處理這個過程 我覺得 如果 結尾是 這樣 收尾的話 我想邀請你 去 飾演 即是到中途才邀請他 一起唱 是的 因為當時的 曲 那個 方式 是 跟現在大家聽到的 是一樣的 當時 會 有些不可行 如果 突然間 他會出現 這個 不是我們黑見 安排 只不過我們 在改動的過程中 就變成 現在 旅客亞美客的 那個 流程 結尾 他出來 就 很合適 我很想透過 Andy 就是 他在飾演 一個 基本上 他的性格 或者他的遭遇 跟我一模一樣 他也是在等著一個人 一個 存在著很大誤解的 一段關係 我覺得 這個故事 其實 他不是 整個故事 其實他不是說 我 我愛你 你不愛我 或者 我愛你 但你 又喜歡他 不是這樣的方向 我和阿Y 其實一直透過這首歌 我們想說 人與人之間 一些比較複雜的情緒 就是 我們 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說 如果兩個人 其實 對大家 已經沒有了一種愛 其實分開 反而是來得 撇脫 或者瀟灑 但是 有時候人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 分開不代表 兩個人不愛大家 或者兩個人一起 亦都不代表 大家很了解 每個人 就是總有他的瑕疵 在裡面 變成 可能 念緬不忘 瑕疵 羅生門 或者整個專輯 其實我是想 說一些 只不過我誇張了 但是其實 這種 人與人之間的 粒和突 其實 這種瑕疵 其實是 每天都存在著的 一種特性 是人的特性 我想 不只是對著情侶 可能其實 平時跟別人相處 都一樣會遇到 剛才Juno所說的 一些情況 在這裡 會不會其實寫的時候 都會令你 想起很多自己的 一些經歷 或者 對朋友也好 或者對愛情上的 一些經歷 都會想起 我想可能就是因為我 我私底下 我從來都是 偏向是一個 聆聽者 即是與朋友之間 或者同 家人 或者 同伴侶之間 其實我都是 比較正的一個 所以聽了很多故事 可能就是因為我這個性格 變成我去做這個專輯的時候 就衍生到聽眾覺得 譬如羅生門當時的反應就是 大家覺得這首歌很殘 很痛 但因為基於我和Y 就是用一個很平淡的心 去寫這首歌的時候 令到這件事可能更加殘忍了 我覺得最重要 其實 當然 你說作曲 填詞 編曲 監製 怎樣唱 當日你的心情是怎樣 我覺得每一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 但是 我很想透過這首歌 其實就是 去實驗 我覺得 究竟所謂商業的曲色 是 是 是否只有這麼多 我們是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處理方法 去處理一些所謂的流行曲 因為這個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失業 因為 始終譬如你 當然它不能作比較 我以往 譬如你說 是很不同的歌曲 曲色或風格 都不同 雖然它不能作比較 但我覺得透過這次就是 首先我覺得流行曲的定義 我覺得對每個人都不一樣 是 是否代表流行曲就是 悶呢 或者 都是那種 就是 我有保留 所以 譬如我覺得透過 這個班底你說 阿Y 吳樂成 黃春俊 Gerald Asian Bird 其實我們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有趣 他不是單單說 我們要做一首流行曲的專輯 我們是有很多溝通 或者覺得 如果這樣就很有趣 我當時做羅生門 其實 我也跟薄成說 我想做一首 我想阿K唱多些 當時他也要思考一下 因為始終 可能大家理想中的合唱歌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想的歌是這樣的 是 但因為我站後一步 我在看故事 我覺得 如果她是其中一個女主角 你也要給她足夠的時間去演戲 你不可以摸就摸 摸就摸 所以一開始我們已經知道 我很想做 就算你說合唱歌 我也想有一種新的上司 就是為何不可以這樣呢 為何一定要你一句我一句 我不是說你一句我一句是不合理的 其實是很多成功的例子 但是 是否只能這種選擇呢 其實 剛剛所說的就是 就是在我音樂上面 我這個專輯上面 我想試驗的東西 其實也引證了 你這次實驗性質的歌曲 令到別人很大迴響 也打破了大家可能在傳統觀念上 覺得的流行曲的框框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成功的實驗 你認不認同呢 Juno這個 我自己當然很感激 我自己經常都覺得 其實 我們這個團隊應該說 去做一件事 其實我們享受過程 很自私地 我覺得 在製作的過程中 其實我已經得到那種快樂 但是你說這個製成品 這麼多人喜歡 它推出市場 它的反應好與不好 其實是我們創作團 都控制不了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額外的喜悅 當然你說那個反應很好的時候 我當然很衷心 是開心 我記得當日 我記得當日派台的時候 我是有扁頭痛的 我去了提醫生 接著我打了針 然後我睡著了 直到我睡醒之後 收了很多人的訊息 我記得我是和阿Y 阿K 他們五學成 大家聯絡過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大家開心是很一致地 不是因為純粹這首歌 在外間的反應 那麼成功而開心 我們的開心是 原來其實廣東歌 是絕對有它值得追看的餘地的空間 或者流行曲 或者任何 原來是可以這樣玩的 他們也很接受這件事 原來是 市場上其實是融立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但就算你說流行曲 其實流行曲裡面 都很多東西可以嘗試 我們對這個廣東樂壇 就是這一種 大家都很投入去留意 或者甚至乎有人想知道 故事推進會發展成怎樣 那我們是開心這件事 多於說我們做了一首成功的歌 或者誰唱得特別好 我們不是純粹開心 我們反而是開心中 是整個樂壇的一種 我們覺得是一種感覺 一種力量 一種新的形態 對 是這件事值得感動 當然 我相信除了你之外 也有整個團隊 大家都很開心 想不到自己一個實驗性質的作品 就得到大家的認同和支持 今天除了我問你問題之外 其實我知道網民也有些問題 很有趣想問你 就讓你去抽 答了 你可以抽幾條 好 看看你抽中哪一條 我們看看 好 好 好 很奇怪 你看看 我知道 但我想看你抽中哪一條 好想有這條疑問 好不解 其實我很奇怪 我的體溫是 偏冷 是不同 當然我會喜歡冷的地方 但是 有時候我會覺得很熱 我會穿背心 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冷 但是 我想整體是 有少少跟安全感有關係 我很喜歡穿很多衣服 有些網民 在寫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能沒有安全感 才喜歡穿多些衣服 真的有網民這樣說過 在我看網上留言的時候 我覺得不出奇 是嗎 不出奇 挺有趣 這個 挺有趣 對 我 當然我會覺得熱的時候 是 但是 我又 不 對 我也不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安全感可能 可能也有些關係 可能也有些關係 是 下次可以寫一些 作品關於這個 安全感 就是穿多衣服 和安全感的關係 這段片要傳給Yi看 是嗎 這是我的新歌 好 Juno我們選多兩條 我們也有六條 即是不可以用黑白色嗎 對 除了黑白色之外 其實我覺得 我是很喜歡顏色的 但是 我對顏色是比較敏感的 我比較喜歡白色的方式 或者比較深色 要不就是深色 我很怕一些很刺眼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說 給我再選 Instagram 其實它都會偏向淺色 我覺得 淺色 因為我看回 其實有些網民 就說 其實在74個禮拜 或一年之前 都見過你曾經 post 那張有深藍色的顏色 在裏面的照片 除了黑白色之外 反而我猜 可能你會喜歡偏向深色 可能是深藍 其實都更黑色的 但其實你會喜歡淺色 其實它跟黑白的意思是很相近 我對淺色的東西 我會特別喜歡 要不就偏向很深色 我在中間那種顏色 很刺眼 很螢光 我是特別敏感 就是那種顏色 所以 可能解答到這個問題 好 接著我們選 最後一條 好 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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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問題其實很新鮮 反而他們遺漏了一個 而遺漏了一個我好喜 就是有人會 Hashtag歸仙人 然後我覺得 那個很有趣 因為大家經常覺得我好像很遺漏 做的事情好像很黑暗 然後有人Hashtag我歸仙人 我馬上好像很輕鬆 如果讓你選擇 反而有那麼多個 他們經常Hashtag的人 你會選擇歸仙人 對 因為佛地摩 其實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暫時很難回答你 是 我又不學得摩錢 是 是 卡通化的我 我覺得歸仙人 是不錯的 是 但你自己覺得 像不像 他們經常都這樣 聽的時候 你有沒有特意看照片 覺得感覺很像 可能等我穿夏威夷衫 拿著拐掌 到時私之 就是最適合 對 到時就可能 就是最適合 今天再次感謝Juno 除了一個很深情的訪問之外 知道Juno是一個很有趣的一面 除了嚴肅 又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面 當然我知道今天 Juno也準備了他的專輯 Juno不如也問一條問題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給他們答完之後 我們就會抽三位幸運 就可以得到Juno 你親筆簽名的CD 你可以隨意發問 和剛才訪問有關的問題 也可以 剛才提及過 大家覺得我似的眾人物 我反而會選擇 自己像誰人物 好 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當然要上我們HKOnlineTV 答中問題的朋友 就有機會得到Juno的 親筆簽名專輯 今天再次感謝Juno 謝謝 謝謝